2020年我们将全面见证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2020全面脱贫 习近平在十九大后的这句话 不只成了拔蜡票 更不堪的还在后头 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 也就是一千元 一千元在一个中等城市 可能租房都困难 对中共二把手狠狠打脸 李克强还挑在人大闭幕的中外记者会上 给习近平难看 让内斗传言甚嚣成上 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 媒体捕捉到李克强虽然按下赞成按钮 用的却是终止疑似表达不满 虽然事后发现只是习惯动作 网友热议认为李克强学得真快 在习近平背后捅到 还爆料小粉红早就锁定李克强 说他是党内最大走资派 李克强甚至罕见当起神话一哥 主动放弃为国安法背书的机会 记者用了115个字提问 李克强就用了119个字回应 还搬出地摊经济说 刚上习近平中国制造2025的大梦 事实上二当家开杠不是中共第一次 1962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 炮轟毛泽东酿成大饥荒 结果却导致毛泽东负气 不顾情势不利单挑印度 酿成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 这回洗礼之争会再拿印度开刀 还是找上台湾还不清楚 但两人内斗 外界势必无法个案关火 在这期视频上报到